满舒克先前在中国新说唱中遗憾淘汰 后又获得参与复活赛的机会 但又再一次遗憾地与晋级失之交比 不过呢 遗憾离开的他也并没有消沉 还是很乐观 回到了生活正轨 继续他的阴乐之路 继续他的生活 中国新说唱满舒克 晒出他和家人的照片 以此对比赛遗憾做回应 今天满舒克就更新了一条动态 途中的他和自己的外婆手牵手的样子 很是有来 他配文还是AV3Family比赛 虽然遗憾落幕 没能走到最后 但这只是满舒克生活中的一小个部分 满舒克因为热爱生活 爱家人 所以他的心态并不会被影响太多 家人是他最好的最强的精神之柱 所以比赛后选择和家人待在一起 就是对他最好的慰藉 其实自从他上一回从比赛中淘汰离开后 有很多他的粉丝表示很是遗憾与伤心 而为了让他在复活赛中出现 而有机会再回到比赛中去 粉丝们也是煞费苦心 虽然能够重回复多赛 但是由于而返问题 满舒克在关键的这场比赛中跑掉 最终还是一盼离开了 这一波三折让粉丝们感到很难受 也不断地在为满舒克所碰到的客观因素做足球 希望得到官方回复 这件事应该也让满舒克有些心里难受吧 不过他知道自己的粉丝们也会为自己担心的厉害 所以放出和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在一起的照片 也是为了给粉丝们吃一颗定心丸 跟他们表示我很好吧 知道满舒克并没有因为客观因素遗憾离场而伤心 粉丝们就放心了 祖孙二人一个白发苍苍 一个正直热血牵着手的样子 也让很多人想起了自己爷爷奶奶疼爱自己的样子 满舒克忙着自己的音乐事业还这么孝顺 有了空就陪着家人出去玩 相信他的生活的美好 并不会因比赛遗憾而终止 不用如何 比赛场上各种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都会影响到比赛的结果 只要满舒克将自己的主观的强大能力释放出来 已经给很多的人看到 就没有真正的遗憾 比赛只是人生路上小小的一部分 家人才是真真正正陪伴自己一辈子的 满舒克没有因为比赛结果而消沉